这是我见过最狠的人 医学助剑堪称一举 饶食剑多识广 银丝也看得呆了 很快宝剑出炉 白祈将剑递给助剑大师 这只惹得银丝一阵佩服 白祈不为所动 全神贯注 很快 银丝要来刚刚筑好的宝剑 仔细查看后 更是大家赞赏 一番鉴赏之后 银丝看向白祈 将来秦国第一助剑师 便是你白祈的了 小辣 格局小辣 白祈后来诛杀超过160万人 银丝得名人徒 回宫后 银丝还在焦虑五国发行之时 见到一旁无间的银记 银丝来了兴致 就在这时 银举赶来 送走银记 银丝真是头痛万分 尤其是张仪 自打带着周朝公主回来 天天请假不上朝 满朝文物张罗着要投降 隔谁谁能不投投 银举认为 这都是银丝决心不定 银举没有二话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这惹银丝极为不约 你们这些带兵打仗的 成天满脑子就是打仗建功 文春整天想着干掉张仪当成像 没一个替我着想的 银丝这才意识到 自己确实有点怂了 他欢欢起身 坦然承认 银丝想不通 他到底是不是错了 或许他的实力 配不上他的野心 或许他就该呜呜囊囊囊一辈子 蜷缩在韩顾关内 银举急忙拦下银丝 别想了 咱们去找张仪 此时张仪府上一派祥合 喝着小酒吊着鱼 三人对立而坐 张仪的意见至关重要 别无他念 肯定一战 说实话 银丝有些意外 张仪是大清第一个主战的文臣 但此次公孙燕 写百万假释而来 赤如破竹 绝不是遗忘客名 但张仪却自信满满 咱们早已不是受猎强欺负的弱国了 虽然对面人数重重 张仪各怀不态 不足为止 银丝一拍桌子下了决心 这次他要豪赌 拿秦国赌出个千秋大夜 这是小卒魏然第一次殴打秦王 军营之中 银丝看到骁勇的魏然 顿时起了争斗之心 张仪解下配件 再三叮嘱 双方战斗一触即发 银丝与魏然旗鼓相当 一时间难分高下 银丝咬牙切齿 推得魏然连连后退 魏然突然出脚 将银丝摔了个狗啃泥 翻起身来 银丝一脸不服 银丝不依不饶 非要和魏然争个高低 第二轮战斗迅速打响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魏然始终被动防守 片刻之后卖了个破绽 银丝心满意足 将魏然踢倒在地 随后 他心满意足地扶起魏然 真正之势 有死无生 作为赶死队 各顶各都是大秦最猛的人 银丝瞬间肃然起劲 银丝走了 张仪将魏然拉了出来 毕竟魏然是张仪带到秦国的 如果没了 他怎么和胡交代 张仪再三相劝 可魏然明白 秦国是最现实的国家 想要分官家决 那就得玩命 否则任你有通天的关系 也很难当上将军 张仪还是不依不饶 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我去和银举商议 给你调动到其他营运 虽然双手抱拳 心意领了 但我心已决 随后扬长而去 惹得张仪一阵后悔 另一头 银举火速赶到驻剑坊 这一次 他要找一个流传千古的人 杀神白起 你相信吗 杀神白起 曾经是个火服 第一次做饭 就惹得银举连称赞 这个白起啊 真是被窝里放屁 能闻能无 银举提出 让他去军营做饭 白起欣然答应 这惹得银举奇怪不已 银举连点头 心思缠密 这小子呀 以后绝对是军中出身 在军营里 白起遇到了他一生的贵人 银丝的亲弟弟 银华 败给齐国后 银华赐将身份 成了五名小卒 两人出方相遇 相见恨晚 直到白起一句 将军官泽一下 银华弄了 这是他一生的痛 眼前这个活夫 怎么会知道他的身份 但话头由白起开始 他想听听白起的意见 白起的分析自此逐迹 银华就是因为大义 才落得大败 白起拱手答话 虽然官泽之战败了 但杀敌两万 自损一万 齐国必定胆寒 银华心情大好 并约定带着白起一起出征 但就在这时 烧饼糊了 两人因此被罚二十军棍 打完之后 银华被银记带走 共赴韩谷关抗敌 韩谷关内 秦军严阵一带 众人都劝银记迅速出征 和银记深知 吴国气势汹汹而来 秦国就这么点家底 他下令收官不出 而这也应得了银华的不满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公孙燕 秦国将如何应对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